大家好 欢迎收看女汉子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女儿与老妈互换灵魂的故事 秘密 母女二人大巴士回老家寄族 事迹因为疲惫驾驶 结果在路上出了车祸 小林由新闻得知 母女二人乘坐的大巴出了事故 急急忙忙赶往医院的小林 看到了其女重伤昏迷 昏迷中 妈妈一直叫着女儿的名字 于是小林就将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随后妈妈就离去了 当女儿醒来后 她却叫着父亲的名字 并告诉小林自己是她的妻子 经过再三的确认 他们发现妈妈的灵魂 进入了女儿的身体 小林很是诧异 不知道是开心还是难过呢 看着女儿和妻子 一模一样的动作时 小林心中复杂 为了生活 妻子过上了女儿的人生 看着尽忠的自己 女儿竟和年轻时候的自己 一模一样 想着和女儿同学之间的代沟 和学业上的代沟 还好 女儿的身体适应能力 强激记忆能力超好 妻子很快接受了新鲜事物 并顺利地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在家里 夫妻俩还是像往常一样相处着 此时 学校在外部做宣传 阳光男孩正面对而来的妻子 恰谈甚欢 不知不觉 两人互生好感 不久 小林知道了这件事情 妻子都40多岁的人 怎么能和20多岁的小鲜肉 谈恋爱呢 况且自己还活得好好的 约会的妻子 被冲出来的丈夫吓到了 回家后 小林和妻子大吵了一架 妻子为了证实自己 还爱着小林的 就提出要和她过夫妻一样的生活 小林内心过着无数的斗争 然而 小林始终无法跨越心中 道德 伦理 和妻子发生关系 第二天清晨 女儿的灵魂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激动的小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细细地讲给女儿听 女儿难以置信 昏了过去 醒来后 妻子的灵魂又回到了女儿的身体里 就这样 两个人的灵魂经常互换 小林每天早上醒来 都会确认是妻子的灵魂 还是女儿的灵魂 一晃 四年了 女儿已经长大了 该让女儿回来了 这天妻子约小林来到了他们当初约会的地方 和小林做了最后的告别 说自己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轨 就像一场梦一样 数年后 女儿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 并结婚了 然而 婚礼上 女儿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惊动了小林 原来 自己的妻子一直都在 之前那些都是她编造出来的 但小林还是坦然接受了 她笑着祝福着妻子 很多时候 我们的痛苦就是来源于 求不得三个字 自己很努力很努力了 可是求不得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早一点放手 也许对谁都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